那么再往下就是施工工序 这张检验 那么像这种呢 我们说啊 施工工序这张检验 它所涉及到的就是 施工过程当中 怎么控制这种 怎么控制这种方法 那么最主要的一种方法 就是检验试验卡 来检验试验卡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啊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它会出现一些卡 那么这些卡呢 它会列出 这个工程的各个关键的 这些控制点 或者各个关键的工序 比方说这里有A B C 三道工序 针对这三道工序的 这些评价标准都列这里 都列这里 然后到达这个工序的过程当中 是吧 做的时候 是吧 到达这个工序 做了 做了以后呢 和这个标准去比对 这个标准去比对 如果说对了 打个勾 是吧 如果没有 没有达到 打个差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检验试验卡 检验试验卡 这个对 要打个勾 所以说整个这个方法 它是属于 施工过程中的 这张检验 然后呢 是一个指导性文件 指导性文件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它其实就是 边施工 边进行控制 边进行控制 那么有些环节 如果打差了 就不能够进入下达工序了 那么检验试验卡 明确 工序 怎样 检验的一般包括内容 比方说 要达到什么标准 用什么方法去度量呢 怎么去比较 如何判定 到底是能不能通过 是吧 如何判定 然后呢 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这个如 这块是需要把它记下来的 就检验试验卡里面 有哪些内容 标准 度量 比较 判定处理 和记录 然后记录 那么检验试验卡的 编制依据和主要内容 它的编制依据 当然了 图子 是吧 图子 然后呢 施工 质量验收 规范 然后呢 合同 都是属于它的编制依据 主要包括内容 那么我们说 检验试验的项目名称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有 砖检 自检 目测 检验设备名称 精度等 这是针对这个检验的方法 在哪个部位进行检测 这个检验 那么我们说要记录的一个名称 还有呢 一个编号 编号 什么时候做的 谁做的 执行什么标准 执行什么标准 那么这个呢 也是需要把它读熟 主要的包括内容 需要把它读熟 现场质量检查内容和方法 现场质量检查 就在工地上面 现场去看 包括这些材料 包括这些设备 开工前的检查 各不同工序之间交接检查 隐蔽工程的检查 评工了 复工 之前检查 分项 分布工程 完工后的检查 成品保护的检查 都是施工过程当中 各个环节进行检查 好 这里呢 有一个三检字 三检字也是 案例是一级考过案例的 然后三检字 三检字是包括 字检 护检和钻检 然后字检和钻检 那么没有经过 监理工程师 或建议单位 技术负责人 简单认可 不得进入 下道工艺施工 这是三检字 那么这里面 大家注意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项目 都有监理 一些小型的项目 其实不需要监理 整个就建议单位 建议单位管管就行了 所以说监理 它其实是 针对比较大的一些项目 建议单位呢 就是 就是吃不消管了 或者说 没有这么多精力去管了 或者说这个力量不够了 这个时候呢 请监理 然后请监理 所以说没有监理 这种项目呢 它就是由建议单位 技术负责人签字的 所以说大家注意这个特点 为什么会有括号 或什么什么 其实并不是所有项目 都是有监理 那么三检字 字检 护检 钻检 字检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施工作业 以完成的这些工序进行检 自我检验 那叫自检 那么所谓护检 护检就是你检查我的 我检查你的 或者下道工序 对上道工序进行检验 进行检验 那这叫护检 而钻检 就是由自检员 就是自检员 自检员 对相应的进行专门检验 叫钻检 那么三检字 一般情况 原材料 半成品 成品的检验 是以钻检为主 钻检为主 因为只有钻检 它才知道 它到底好不好 尤其对一些成品检验 那么这个时候 到底好不好 有专业的 专门的人去看 能看得更清楚 叫钻检 那么整个生产过程中 各项作业的检验 则以施工现场操作人员 自检 护检为主 你自己做的东西 那么自己去看 那么或者相互自检 那么专检 检验人员 专治检验人员 是以抽检为辅 也自检 护检为主 而抽检为辅 抽检为辅 好 那么这是三检字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自检 护检 专检 专检 专检是由专门的 自检验人员去解验 然后是 现场质量检查的方法 现场质量检查的方法 有目测 实测 试验法 这个呢 也主要知道这些名称 知道这些概念 这些名称就行 这个不需要背的 所以目测 就是用眼睛去看 用眼睛去看 也称之为观感 自然检验 这叫目测 就是看个大概 比方说 这个焊凤 焊起来 这个焊凤到底好不好 用眼睛去看 但眼睛去看 有些数据 不太看得出来 不太能看准 这个时候就要去测一下 这就是所谓的实测法 实测法 比方说你这条焊凤 那么到底这个焊凤 余高于多少 这是用个尺子去量一量 量一量的 然后呢 记录一个数字下来 然后和标准 相应的标准去比对 这个叫实测法 换句话说 就是用工具去量一量 测出一些数据 看看好不好 那叫实测法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通过一些 试验的方法去试一试 也就是你看也看不出来的 表面用工具测 也测不出来的 这个时候要轻轻试一试 最典型的就是 无损检测 是吧 无损检测的汉缚 里面到底好不好 是吧 你外面看一万 你也看不出来的 所以说要进行 一个无损摊商 相中就叫实验法 实验法 包括一些实验 是吧 理化实验啊 包括光谱 光谱试验啊 还有呢 试压啊 试车啊 这些呢 都是属于试验 所以这三种方法 目测法 实测法 试验法 而实测法 就是要通过数据说话 要通过工具去量 数据说话 叫实测法 好 好 这里呢 主要注意这三个名称就行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施工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的处理 工程质量事故问题划分和定义 首先要注意 首先要注意质量事故 是最严重的问题 是吧 质量事故 出现事故了是吧 比方说出现事故了那是最严重的问题 那么质量不合格 工程没有满足某个规定的要求为质量不合格 没有满足某个预期使用要求和合理期望的 叫质量缺陷 那是质量缺陷 那么所以质量缺陷其实也是一种质量不合格 就是质量不合格了 它是一种缺陷 就没有达到我预期的要求了 那质量缺陷 质量问题 质量问题这个概念还要打 包括质量缺陷 质量不合格 质量事故都称之为质量问题 那么也可以是一些小问题 是吧 然后所以经济直接经济损失不大的 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质量问题 所以质量问题呢 它的范围还要宽 那还要打 质量事故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问题 那么质量不合格了 要进行仿修加固报废了 或者这个经济损失非常大的 那么称之为质量事故 然后质量事故 那么质量事故是质量问题的 特殊情况 所以说质量事故也是质量问题的一种 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就质量事故就相当于质量上面很严重的问题了 那么 建设 勘查 设计 施工建立 违反工程质量有关法律法规工程件的标准 使工程怎么样 产生结构安全了 就是用的过程当中 这个楼要垮掉了 重要使用功能没法达到的 比方说整个设备没法赚了 那么这个质量曲线 或者是造成人员伤亡 重大经济损失了 这个时候呢 都称之为质量事故 换句话说 你哪怕损失很小 对功能和安全影响也没有 但是呢 在施工过程当中 有人伤亡了 有人伤亡了 那么这个时候 哪怕只有一个人重伤 也称之为质量事故 所以说 如果有人员伤亡了 这个时候 他都可以把它称之为事故 那么当然不光是质量事故了 而且还是安全事故 好 质量事故的分级 分为一般 较大 重大和特大 那么为什么给它分分级呢 主要是管的级别不同 这个我们在法规啊 管理这门功课里面都有 都有 所以一般 他管的部门是限级 或者是区 区和线是同级的 是吧 线区一级 较大事故 介入的行政机关的 级别是市一级 当然这个市是要社区的市 社区的市 因为现在很多的市 教教是市 但是它级别是县 县级是 就是它下面没有区的 但是它名称叫什么什么县的 这个也是县级 那么这里较大事故 是市一级 是社区的市 重大事故 那就是省一级 省一级的行政机关 介入检查 介入管这个事情 省 自驱 直辖市 是同级的 所以省一级的 如果说特别特别重大的 就是特大 这个时候就是国家一级 由国务院牵头来管这个事情 所以说它分为四个等级 特大 重大 较大 一般 较大一般 质量事故处理程序 出现质量事故了 要进行报告 报告是由什么 施工负责人或者项目经理 向企业进行报告 报告的内容 发生的时间 哪里发生的 项目是什么情况 工程的概况 事故是什么状况 质量事故 现场勘查的笔录 是吧 证物照片 录像 证据资料 调查笔录 质量事故的发展变化情况 这是要报告这些内容 那么质量事故发生以后 事故 现场有关人员是立即向 工程建设单位负责人报告 它不是向 不是向相当于行政机关报告 而向单位的负责人报告 由单位负责人 一小时之内 向哪个部门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这是质量事故 安全事故是向安全局报告 而质量事故 是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就质量事故 然后这质量事故 当出现人员伤亡了 那么都要报告 是吧 那质量事故 建委也要报告 这个 那么安全局也要报告 安全局现在叫应急管理局 好 现场要做保护 保护 事故调查 那么是由项目技术负责人牵头的 因为他懂技术 是吧 是跟质量相关的 那么参加人员是和事故直接相关的技术人员 事件员 有经验的技术功能 然后呢 写一下 填写一下这个事故调查报告 那么调查完以后要出报告 那么报告呢 我们说它的主要内容 就是事故调查的原始资料 测试数据 原因分析 处理依据 处理方案 措施 检查复验记录 结论 事故处理的附件 就包括 质量事故报告 调查报告 质量事故处理方案 质量事故处理实时记录 检测记录 验搜 资料 那这些资料 那么整个事故处理报告呢 它主要大家注意啊 考的比较容易考到的是最后的 黄眼神给你标出来这些 括号里面的 括号里面的给他读几遍啊 就是这个事故处理附件里面有哪些东西 有报告是吧 这些报告 还有一些方案 一些记录等等 好 质量事故 部位的处理方式 出现质量事故 怎么去处理 反攻 反修 限制使用 不做处理 报废 这五种情况 什么意思呢 反攻 就是推倒重做 就再做一遍 比方说 这里一个设备安装的活 做坏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相当于再重新再做一遍 那就反攻 所以反攻 就是推倒重做的意思 而 反修 就是打补丁 修修补补 比方说 某个工序环节 做得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 打个补丁上去 叫反修 反修和保修 是不一样的概念 以 竣工验收合格制 这个界限 没有最终 竣工验收之前的修 那都叫反修 竣工验收 以后的修 那就保修 所以反修和保修 是两个概念 一定要注意 反修是修修补补 对最终的指南锌收 平定 是有一定影响的 相当于打补丁 就像一个人有件衣服 是吧 这件衣服 上面有一个破洞 你打一个补丁上去 打得再好看 他这件衣服 还是件破衣服 是吧 所以反修 修修补补 有可能会影响到 指南锌收平定的 而反攻就不一样 反攻就相当于 你这件衣服啊 上面有个破洞 这个时候把这个衣服 扔掉再去买一件 有类似于这种味道 那叫反攻 就是相当于重新再做 重新再做这件衣服 所以反攻 一般来说 对最终指南锌收平定 那么我们说怎么样 是不会有影响的 好 那么限制使用 限制使用 就相当于是凑合着用 换句话说 你这个质量问题 质量缺陷 那么哪怕修 是吧 也不能达到我预期的要求 而且没法 没法反攻 就也不能够推到重做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怎么样 凑合着用 叫限制使用 那么限制使用 就凑合着用 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要求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要通过设计单位认可 你不能说这个楼 造的有点歪了 到底能不能用 是吧 只有设计单位知道 你不通过设计单位 你已经用了 结果这个楼垮掉了 那这也不合适 所以说呢 限制使用 其实要通过设计单位的 设计单位的 然后呢 第四 不做处理 不做处理相当于呢 它有问题 但是问题不大 对这个功能也好 安全也好 是没什么影响的 这个时候呢 情况不严重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 不去管它 那就不做处理 所以说限制使用 对功能安全是有影响的 而不做处理 对功能和安全 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没什么影响的 所以说 那么可以不做处理 不做处理 也是需要设计单位认可的 也是需要设计单位认可 而报废 就相当于扔掉了 换句话说 不能用了 把它扔掉 那就报废了 好 那么这四种处理的方法 大家注意它的特点 反攻 反修 限制使用 不做处理 和报废处理 好 我们来看到案例 这是书上这一章 后面跟的第一道案例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看问题 问题 项目经理的施工前 应做好哪些质量策划 这个其实也是一些存绩的点 存绩一点 第二 针对本案例背景施工关键点 空调基础 应编制哪些确保质量的预控方案 那么再要看看案例背景的一个施工关键点 那么像基电安装 那么空调基础 大家想一下 针对空调基础安装 是吧 其中吊装肯定少不了 是吧 然后还有一些实验 然后呢还有一些调试 然后调试这些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质量控制点 那质量控制点 关键点 那么确保相应的一个质量预控方案 第三 本工程质量计划编制主要内容是什么 这个也是存绩的点 是吧 质量计划编制有哪些内容 第四 针对本案例总体质量目标实现 质量管理的原则是什么 这个也是一些记得点 什么原则之类的 第五 电梯空调基础 安装工程施工技术交底重点内容是什么 那么技术交底重点 那么包括一些位置啊 尺寸啊 精度啊 包括一些 包括一些我们说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 技术点啊等等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大案例 案例背景告诉我们 它是一个基电总承包工程 那么总建筑面积是一万多方 包括这么站厅啊站台啊等等 工程又包括通风空调 几排水消防 强强弱电啊强弱电 地铁呢存在人流量很大啊 那么要设置相应的空调柜机 其中公共区 它的特点是面积大 人流 人流大 这因素 要采用大功率的啊 说明比较大啊 比较大 那么它里面的吊桩就比较难了 二号地铁A地铁站设计客流量啊 以远期的这个控制啊 为多少多少小时啊 多少人多少小时啊 每小时多少人 其中换乘啊 那么这个乘客流量是每小时多少人 本在构有八台空调啊 啊 轨机组啊 这些呢 其实和这个问题呢 其实关系并不是特别大 它交代了很多 那么业主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约定 质量啊 奖项为啊 那么我们是市级优质工程奖 施工单位选派了一名优秀的项目经理 那么空城的自冷自热 分包为一个专业公司 啊 以这个冷热电三联 三联共技术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是吧 那么要考虑这个新技术的影响 照明采用智能化控制系统 那么大厅地面采用地板辐射冷热双共技术 说明这些技术啊 是比较多 那么在这些技术环节都要做专门的一些交底 那么交底这个时候把名称抄下来 是吧 比方说什么啊 那么地板辐射冷热双共技术的什么技术交底 啊 比方说什么啊 冷热电三联共技术的啊 交底啊 这些名称抄下来以后 加上技术交底这几个字就是分了 空调风管最大管径达到这么大 大管径水管道啊 那么车站上方积电工程管道排不密集 排不密集 所以说呢 其实啊 我们说整个啊 这些问题啊 那么我们说大部分是以纯计为主 而且呢 还有一些答案就在案例背景里面 那么把它抄下来就是它的分 那么我们来看看后面的一些解析 项目经理在施工前做的质量策划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和背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是吧 比方说建立这个质量管理体系 要有相应的质量目标 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 明确项目经理各级人员部门的职责 组织编制先进合理的质量计划和施工组设计 施工方案 那么整个这一块如果要记的话 其实就记关键词就行了 体系 目标 机构 是吧 职责 然后呢 计划 然后呢 方案 只要记住这几个关键词 拎出来以后读几遍 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看一看 这个整个工程呢 是怎么一个情况 是吧 三连供机组安装 地板辐射供暖 供热供暖 这个供能管道辐射 机电工程中和管线合理排布 大管道封管的安装加固 大管性水管焊接 作为关键技术加以控制 所以整个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是什么什么工序 什么什么工程 案例背景都有相应的描述 把它抄下来 就是它的一个答案 这些地方 作为关键技术点 那么当然 多抄肯定是好的 是吧 你把这个案例背景里面 所出现的一些工序 是吧 凡是出现都往上写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坏处 只有好处 是吧 所以说呢 它的答案 就在案例背景里面 案例背景里面 那么 起重吊装 是吧 运输就位 起重吊装 管道辐射方案 然后呢 什么安装加固方案 还有呢 大管性水管 安装质量预控方案 这个名称 其实也在案例背景里面 是吧 抄下来 加上施工方案 抄下来 加上质量预控方案 这几个字 就是它答案 那么 应采取预控的措施有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几大要素 人机料法缓解 把它写出来 就是它答案 所以整个这一块啊 感觉好像特别多 其实 很多都是背景里面 抄过来的 抄过来的 而质量管理的案例啊 很常见的考法 就答案就在案例背景里面 你要懂得会抄就行 你不一定要去分析 啥叫什么辐射供暖供能管道 也不一定要去分析什么 啥叫三连供机组 这些都不需要去分析的 你只要去分析 像这种问题该怎么答就行 它答的方法就把名称用到 名称抄下来 后面加几个字 施工方案 预控方案 安全措施 预控措施 加几个字上去 就是它答案 一级 二级 都是这种考法 那么第三 第三呢 就是什么什么内容 什么什么内容 这个是存记的一些点 质量计划编证主要内容 包括目标即展开 岗位职责 目标即展开 岗位职责 确定 那么我们说 针对所确定的过程 规定具体的控制方法 控制方法 达到质量目标 必须采取的其他措施 其他措施 然后呢 相关岗位应完成记录 那记录 所以这几个关键词 给它全权就行 那么第四问 也是一个 存记点 什么原则 是吧 以单位工程合格保证单项 以分布工程合格保证单位 以分项工程合格保证分布 就是由小的 去保证大的 合格 以减延批合格保证分项 所以它是 一级机汇总的 减延批到分项 分项到分部 分布到单位 以工程合格保证减延批 第五 电梯安装的技术胶底重点内容 这一块也很多 也是主要是简单读读就行的 比方说这个 它的导轨支架的位置 导轨吊装调整方法 钢式绳的绳头做法 叫下的安装步骤 城门的安装位置控制 城重量的安装 运营机的吊装 控制柜 电器系统的质量标准 等等 这是电梯 然后空调机组 技术交底的重点内容 有空调机组的安装 吊装运输安全措施 机组安装位置和测量放线 安装质量标准 质量通病预防办法 及成品保护 所以这一块 其实这两块里面 这个空调技术 大家注意一下就行 电梯其实是 不会考在安装里面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也许很久就行 继续 电梯 3 6 4 5 9 8